陈法拉 床照 流出 开心 泡出 脸贴脸 嘟嘴 亲密 撕照 网民 放开个女子 香港37岁女神陈法拉在2014年毅然决定去美国纽约朱利亚学院修读戏剧硕士课程,眨眼下4年过去了,法拉BB更在2018年于Instagram贴出毕业照,宣布她正式毕业了。 毕业后的法拉BB一直香港美国两边飞,她曾表示毕业后将重头工作。 目前在中国香港和美国都有剧本真恰中,似乎角色是否适合。 虽把拉BB先少出现在大荧幕前,但疼粉丝的她还是不时在其个人社交网站上上传各种生活及工作照,实时更新她的个人近况和粉丝活动。 近日她贴出多张图,揭露自己人在法国,同时更是贴出和一名外国男子的亲密床照,让粉丝都惊呼,老公吗?要官宣了吗?看到这张图,吓到我惹等等。 照片中两人举止亲密,但随后第二张图也有该名男子和另一人的合照,三人都是身穿同款制服,为此相信法拉BB是在某戏剧或表演的待机情况下拍下此照。 虽然那不是法拉BB的男友或另一半,但也希望女神赶快找到幸福。